第三题,温度计可以测量物质内部所含的热量 这老师上课强调过了 我们无法知道一个东西内部真正所含的热量有多少 我们只能够知道在A状况跟B状况之间的热量差 所以温度计是没有办法测量物质内部所含的热量的 所以第三题呢,是错的